8月22日,据万媒报道,多伦多电影节宣布刘德华获特别贡献奖,将在本届多伦多期间于9月15日颁发。 刘德华也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电影人,全能偶像,实至名归,红了一辈子的巨星。 刘德华还将写他主演,明浩导演新片《红毯先生》亮相今年多伦多电影节,并担任对谈单元In Conversation with嘉宾,据悉,这部由明浩导演讽刺喜剧色彩浓厚的影片,将揭露明星未翻红不择手段的内幕。 刘德华在《红毯先生》中饰演一位香港过去明星,为了重振声势,不择手段地与国内某大导演合作,共同拍摄了一部题材正能量的影片《乡村教师》,并前往农村体验生活。 然而,这名明星傲慢自大,在农村引发了一系列惹人发笑的糗事。 宏坦先生的《多伦多手印》,还用轻松幽默的手法剖析明星界的种种弊端,他通过幽默辛辣的笔触,揭露明星圈虚伪的一面,反映当下社会的种种弊病,值得公众期待。